冒号加 左操作 那这个集合的话 应该能够放东西 例子二看一下 那例子二冒号加 是吧 我们加一个塞 能不能加进去 加进去了 那如果要是加冒号 能好使吗 不好使 因为它是右操作 右操作服务呢 右方式主体 三式是整数 它没有这个方法 所以要怎么做 三加冒号 这个可以的 对吧 那三跑前面来的 对吧 没发现吗 在右边的话 它就在右侧加 在左边就是在左侧插入 那么还有什么 还有加 没有冒号 那么添加给 给定元素的 它相同集合 那说明加的话 是加集合了 那里吧 那么list 二 加list 二 类型相同即可 这什么意思 它要求的是支付串 对吧 要不然 类型不约 它找的是list 它 它要的是支付串 那先吧 一二三 嗯 变成啥了 变成字不串的 即可类型set map set或者 c什么 我们这不是set set的话 应该是哪个 set123吧 valueset set set加 这呢 对吧 加的话是加集合 能加多个吗 可以加多个 1243 是吧 这加的是原主 这啥 对不对 它加的是原主 scala set value 等于set 因为set本身是不等重复嘛 对吧 所以scala 你可以再去加 scala set加 你可以加一个原主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 这两个 这是加的原主吧 还有减 那么减的话就减原数了 把它从几个里边点掉 那么set看一下 它有一二三 什么 我们减一 就变成二三 对吧 那如果减原主出二三 这不就没了 怎么还有一呢 怎么呢 set set是不可变集合 看到 它不可变集合 它操作完以后 产生一个新的集合 而新的集合里边 减掉了指定的元素 这就好理解 对吧 这样 所以减的话是减集合 那么加加 加加就是与 集合相同的集合 包含那两个相同 包含那两个集合的元素 这是靠着一靠着二的吧 那加加 就这个 这对吗 set本身是谁 一二三是吧 那这样好像看不出来 对吧 因为它不能丑步嘛 那力士的二是不是可以呢 和哈对吧 对吧 力士的二 加加力士的二 一二三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它不行 因为这个是减法是谁的 是set的 不是list的 对吧 那如果要减的话 怎么可以减这个呢 也没戏啊 那咋办 remove 可不可以 也不行 看一下帮助 list2哪个猜 咱们全评猜测啊 drop 有没有remove啊 reduce是吧 是不是这个drop很像 对吧 来个drop drop什么东西啊 dropn是吧 对吧 n啊 那么n 给它个2吧 我再把2干掉 因为它本身是不可变集合 对吧 本身不可变集合 然后我们再去照顾一下 删掉前几个 是吧 删掉前几个元素 照顾 可以了 那么 加加冒号啥一声 加加冒号右操作符 是不是在它 它这个前面夹呀 对不对 左操作符 右操作符吗 加加 这是左操作又做 左操作吧 我们还得搞一个吧 这个不太好理解 value L1啊 value L1的话是什么 是linked list 对吧 linked list 它是12 嗯 list 12对吧 value L2 它是list 三四 对吧 L1 加加L2 得1234 对吧 L1 加加冒号 L2 得解 还是一二三四 因为 加加冒号是 右操作符 对吧 但是它在左边增加 但是如果是1 和2 那就三四一二 那这个吧 右边加 往左边加 scala 这是value L1 list 括弧 12 34 L2 加上来之后 L1之 哪个 加加L2 L2 冒号 L2 是不是一样 对吧 这么加 是在L1的后面 加上L2 这么加 是在L2的前面 加上L1 其实都是1234 集合操作 哎 冒号 冒号 这次出过呀 这是被向前追加 是吧 杀冒号 他等 加于谁 等 加于 加加冒号 是吧 所以三个冒号 他和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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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向前追加的元素 或者给定那边的元素 跟他 和他 以及 他 他 他 都有状态 那这么说 两个和三个是一样的 是吧 两个三个是一样的 哦 这个LST 如果是两的话 他表示的是元素 右操作 对吧 操作元素 如果三个的话 他表示操作即可 那里面吧 我们看L1 12吧 对吧 那么3L1 是不是312啊 对吧 但是如果要是 这个东西 就不对了 因为三个冒号 他代表是集合 对不对 所以这是LG L2 L2 3412 就是在L1的前面 插入了 L2 一样 好的 那么 这是集合的交叉并补吧 对吧 SET1 SET2 那这个例子行吗 交叉并补 L1 L2 它俩有交集吗 哪有交集 L1 L2 它不行 是吧 这是谁的 SET是吧 所以S1 SET 123 234 这可以 是吧 交叉并补 是不是都有了 S1 这是交叉 交集还是并底 1234 这是并底 对吧 那交集呢 它有 它也有 与吗 对吧 交叉并补 简呢 有没有交集 并集交集和两个集的差集 它等于它 这个 等 那应该是飘吧 是吧 是雨飘 是吧 是不雨飘 雨飘 差集 从一个集合 减去另外一个集合 是吧 从这个集合 减去这个集合 不就从这个集合 减去下来的交集吗 那跟4 没有一毛钱关系吗 对吧 对不对 可以放弃 从入门到放弃 只需要一个斯卡拉就可以了 这样都不需要 到了这个 S1 雨伤 这是护身的吧 这什么解 这是并底 雨上 这就是交集 交集 它有什么东西 差集 雨上什么 雨飘软 这是差集 就是从123中减去234 对吧 那你减234的话 其实减的是两个集合的交集 那就得几了 等1吧 那么这个集合 我们看一下 它有没有那么多方法呀 Size是吧 Size是Skala的Size集合 看一下它的 它好像很少啊 看一下Tweet吧 Tweet的话是定义到这个工厂是吧 这是Size的 它的操类是怎样 它的操类是一个这个东西 它既成了 这是个接口是吧 对吧 这是个函数 我们再看的话会疯掉了 真的容易疯掉啊 这样 对 人家写的都在这玩意儿 Spark就会发现有个Spark的字 发现新大陆了 好吧 一二三 这个不行吗 看一下这个 Set 是不是有不少方法呀 就是它嘛 对吧 加等 减等 加加等 减减等 一大堆 看一下得了啊 加等 这是 这是加多个呗 对吧 复值吧 这是啊 通过添加或者移除 给定元素来修改它 减等 加等减等 对于SizeS1吧 S1我们能加等吗 这个不行是吧 谁是加等的啊 Collect是吧 可变即可是吧 可变即可是有这个动作的 那上面这个是懂什么 都是不可变即可 是吧 哦 注意这个规律啊 那么等的话 是不是可以重新复值啊 那如果上面没有等的话 是不是就产生新即可了 应该是这个超多吧 看一下这个对不对 呃 加等 S1 我们就加吧 对吧 加5 S1变没变 没变 产生了新的几个 对吧 但是如果要加等 它是不可以的 谁可以有加等 可变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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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怎么导入吧 Scala指什么 cli 可变之 Mutable 点set 是不是set呀 我是不是可以改个名 可以改名吗 能不能有ssset 这是 应该是两个吧 我记得好像是 不 不对 分号吗 对不对 错了吗 错误分号 他期望 是吗 应该是这样 哦 这样 这是改个名 对吧 在前文是不是说过 因为你有很多 很多不同包下的类同名 如果你要不指定 这个包名的话 就很痛苦 对不对 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导进来 改个别名 所以scala 这道 import 是scala 之什么 clay 克森之 mutable 括弧 是不是带点啊 对吧 带个点 这个包项 这个set 我要把它变成 一个差异量 一个是吧 ssset 可以吧 是吧 那么我再定义变量 我们说 ss1 就得 ssset 123 对吧 这是别名 那么ss1 它是不是可以用加等啊 看了吗 1523 所以凡是带等的 都是操纵什么集合的 可变集合 对吧 插插在等号的 对吧 操纵的是可变集合 可变化 是吧 可变集合 那如果不再等号 就像这种加的 对吧 加冒号 这是不可变集合 所以计算完以后 它会产生什么东西 对 产生新集合 是不是就 能理解的差不多 加等 那么如果加加等 啥意思啊 加加等就是操纵 集合元素 而加等是三个操纵什么 操纵一个元素 对吧 加等操纵是一个元素 而加等是 加加等是操纵集合 多个字 这能分这个差不多是吧 那我们猜一猜 加加等 冒号 又操纵 对吧 然后是不是添加集合 然后改变自身呢 对不对 差不多 S22 等于S23 可以补全值吧 1235 356 回车 SS1是多少啊 1253 是吧 能减去吗 SS1能不能减去 减等 是不是可以减5啊 真减掉 是吧 减到了 SS1是这个 SS2呢 SS2我应该把这个什么干掉 把6干掉 是吧 把6干掉 减掉 减等嘛 复完新值 是吧 变成了 345 呃 14123是吧 24345 那么我们现在用什么 SS1 加加等 冒号 SS2 你说这个值多少啊 这个值 好像看不出来啊 因为它是无序的呀 对不对 它都不支持啊 它没有这方法 是不是 所以SSE 我们补齐 所以没有 加加等冒号 是吧 它没有吧 它有加加冒 有加加等 它没有加加等冒号 List2有没有呢 它有加加冒号 有三冒号 也没有加加等 那这是谁的 这是 Array Buffer 这是 宿主缓冲区的 对吧 它是宿主缓冲区的 Buffer 对吧 123 原 不对吗 Array Buffer 123 这是没找到什么 那是不是要导包啊 Sscala值什么 Collection值什么 Mutable值 OK Buffer既然进来 它有没有 哦 有 加加等冒号 对吧 加加等冒号 有没有加等冒号 有加等冒号 猜 怎么猜 加等冒号 是不是又操作符 对吧 那就是2 在它的左边加入一个元素 改变它自身 对吧 那有加等冒号 有没有加等 加等就是左操作符的 对吧 对不对吗 所以左操作符是Buff 加等 就来了嘛 在右边加 它是左操作符 知道吗 所以这些还是没什么 掌握规律 还是没什么难的 不看到 它底层用的全都是加 完全套底层机制 Scar只是套个壳 还记得嗨我吗 它都用 就是这种加挖 你没发现它编译完之后 都是加挖的类 不是吗 不都是加挖的代码吗 加减乘主 百分之二全都变了 到这服务 是吧 加这种操作 可以啊 你运行的时候 你要用加挖的运行 但是你用Scar 运行是好一点 为什么用Scar 运行 因为Scar 有一些内裤啊 如果你用加挖的运行 你那些内裤都找到吗 你找不到 找不到怎么办 找不到你需要添加CP 内路径 所以用Scar 一运行 人家自动把这些杂包放进去 运行了 对吧 所以它的底层还是怎么弄些 还是加了 跑不了的 你编译完以后 都是Class代码 你发现吗 只是它把这些东西搞得 简单吗 搞得简单还是复杂的 加挖语言脚本化 就做成脚本 本身加挖语言 它不是脚本 对吧 是要编写 再编译再执行的 它不像我们Sircle语句 是吧 一写一执行出来的 但是现在Scar呢 它让那种方式成为可能 就像我们写Sar一样 对吧 Sar不是Sar 不说了 常用的方法 Headless 这头尾 对吧 Till 这是尾巴是吧 Lens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空的有吗 E是什么 Empty 有没有空啊 还有呢 Lens 有没有Lens 肯定有啊 对吧 这都有 Sum I'm IT 初始化 对吧 那咱们看看 初始 还是开始的 有这方法 in 那么有吗 它这方法 是不是有一个 有参数吗 没有参数 对吧 这个Def 这个函数 它的函数名叫什么 叫init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 Reybuffer 对吧 那这有什么意义啊 这没有什么变化呀 我看 把五干掉了吧 看吗 是不是把五干掉了 等会儿啊 这本身是可变的呀 它可变的话 那么它这个Buff 这个Buff是21235 它取的是2123 是否取出前面的 这是尾巴 就是把最后一个砍掉 取出前面那种 对不对 A点在init呢 你可以不断的链 往前走嘛 对吧 但它并没有 并没有什么 把原来那种改掉 它是返回了一个新的集合 对吧 init 反映高深的话 就是你要闻成 一定要很深奥 越看不懂 对吧 越神秘越好 代码的可动性 这个很痛 你像这样的方式 用专业话讲 叫做学习曲线长 对 你就不容易学会 对吧 所以学习曲线长 那我们经常描述一些语言 它的优势 还有缺点 或者优点 第一 学习曲线短 就很容易学会 你先拿Python 对吧 一天就会了 这一天就会了 这很简单的嘛 对吧 爬丛两句话写完了 加完史嘎拉 一天能会吗 至少两天 我们现在是第二天 你要学会吧 学会放弃 但是我们 我们说它里边东西非常多 对吧 但我不可能全都 应用都到 实际开发里边 就用了几个主要的函数 对吧 明白什么叫科理化 对吧 高级函数 聚合 MR原理 对吧 到时候写什么 写Spark这个程序 几个函数一过来 变换完成了 对吧 谁会抠那么深 什么加号减号 对吧 没有多大意义 但是你掌握它之后 没有坏处 对吧 快爆炸了 这份收购了 对吧 还有Depal Depal的话是什么东西 Slic Tice切片了 反为位于从什么 from开始到to结束 这个区间内所有的元素 这就太多了 对吧 Sum Count 这是拒绝海数吧 for all Tick Tick的话是不提取 对吧 提取多少个元素 那么反为头N个元素 看一下Tick 有没有Tick 还是有 对吧 返回前三个元素 返回前三个元素 返回前两个元素 对吧 还是有没有比较简单 Scarla 二十点Tick 二 对吧 这是提取什么 提取 前几个 前两个元素 还有吗 看一下 Tick还有什么 召唤 删除 对吧 删除前两个元素 杀了吗 杀了 对吧 但它产生了新集合 没有删除原有元素 对吧 就这个 Buff里边 你可以补习很多方法了 对吧 Sum是求和的 对不对 Uni 看一下还有个Split 反回头N个元素 所有 所有其他元素 或者 什么这张 分号 它说的是杀方法 对吧 那这也不对 招呼N 怎么说 反回所有其他元素 对 招呼N吧 不是把N个元素 删掉 返回剩余的元素吗 说对啊 那么SplitAt呢 SplitAt 这切割是吧 就有点像什么 像这个字符号切割吧 对不对 从哪切呀 从3开始切 返回什么东西了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 它的一个吸购 它是吸购的 那么前面是不是用两个 混动区来接收啊 它是不是产生了两个结合啊 那么你像这样的语法的话 怎么办呢 就应该得这个 前面是Buff1是不是 对吧 然后Buff2吧 咦 这不是吗 分号 它需要一个分号是吧 起码有个分号点啊 Buff1和Buff2 它这是个元素啊 是吧 怎么的 不需要定义啊 Split三 几个元素 两个元素 他说是等25对吧 对吧 我记得元主这么定义是可以的 那这样吧 我们先切吧 先切 切完以后返回低下元素怎么反啊 诶 是不是这个 访问元素 元素的第几个组员 不是下滑线吗 从一开始 对吧 这不就访问第一个混动区了吗 第二是不是他呀 对吧 他把这个元素切成了两段 形成了两个结合 这是SplitI的吧 就在哪个位置开切子 删除什么 切两个元素 Split At 在指定什么 位置进行切割 它形成什么 形成 两个结合 对吧 形成了两个结合 返回 但我记得这个 元素的话是可以用那个直接接的 它居然不行吗 这有点失败啊 还是说 它需要用到这个 Upline呢 我再试一下 这个应该是不对的 刚才咱们返回 这是什么东西 是两个元素吧 对吧 它的确是两个元素 整个 整个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类型 算了 先不搞大 TickRight DropRight 那是上右边吧 对吧 这是提取右边的N个元素 删除外边的N个元素 这没什么说的 切片 承转弹长 Zip 咱们看一下Zip Zip还有ZipO 这个我们应该很熟了 拉链 我们给它两个结合 首先 这段 我应该把它倒进来 要不然走红倒很麻烦 scala点 Collection 点什么 Nutube点 为什么 Buff 对吧 第一个 B Arig Buff 123 第二个 第二 对吧 3456 OK了 现在我要让它去 去咬合 拉链 B 怎么办 Zip B2 它产生什么数据 132435 发现有个人丢掉了 谁丢掉了 6丢掉了 对吧 那有没有ZipO呢 ZipO 参数不足 对吧 再看一下 那么ZipO 它有几个参数呢 这怎么看啊 ZipO 这是范形嘛 对吧 Z是范形 Z是不是参数 对吧 第一个是不是即可 第二是不是元素 对吧 Z是element和Zelement A和B 怎么演 B2 负1 负2 负2 这个 这个空台 受不了 B1 不应该这么干 B2 看到没 负1 负2 啥意思 人家说的第二个参数是 Zelement 这个是Zelement 就这个元素和那个元素 如果我不够 我是不是B1啊 我不够就用负1来补悬 负1来代替 如果B2不够 就用负2来代替 对吧 所以如果B2 它补B1 就是6负2 对不对 对吧 因为B2不够 用它来代替 这是补权 所以要和操作 有Z B1 A Buffer 123 对吧 我们故意给它不一样的 345 它是B2 下来以后 B1去干什么 去Zip的话 那就是刚好对应 多余就这么办 多余就丢掉了 对吧 所以它13和谁 13 24 35 对吧 那如果ZP ZP有说法的 它得有三参是吧 它有三个参数 那么第三个参数 如果不够 你要补权的 对不对 左边补谁 补负1 右边就 补负2 就来了嘛 好了 这是ZP 那么还有个ZP WITH INDEX 什么意思啊 代索引 代索引 拉点的吧 代索引的拉点 WITH INDEX 有没有这方法 第二 第二 这点 有吧 咦 他什么都没干 就出来了 密加参吗 干的吗 不学 他有参数吗 这么长 怎么理解 这是犯行吗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隐私函数 隐私参数 所谓隐私参数 对吧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不是远主啊 对吧 这是个远主 HackZ 等会儿 这是个 这是犯行吧 是吧 这是第一个犯行 第二个犯行 第三个犯行 那这个方法 他根本就什么 他就一个参数吧 就一个他嘛 而且还可以不传 结果导致这种 那是什么种东西 30415263 怎么理解 这个B2是什么东西 3456 0123 是不是索隐呢 对吧 是不是索隐跟他的值 作为一个咬合 形成一个圆主 这不零吗 123 对吧 把索隐和他的元素 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圆主 所以他不销底 第二个位置就是点 索隐值啊 对吧 就出来了 所以元素 和什么 和自己的 索隐是吧 形成什么 形成一个 tuple 对 对吧 方法的话 就是包含了 index 这不用看了 对吧 将函数 印出到即可 怎么理解 这是list吧 你可以用如下代码 写的一个全大写的字符列表 这个不是高阶函数吗 对吧 高阶函数里边 它传练是个函数吧 对吧 这个是不是函数体啊 那是toupper呗 这是我把每个元素都做成大写的 对吧 这个下面代码效果一样 放循环 那是通过什么 通过高阶函数来实现的 看一下 高阶函数 这是一个value B array buffer Tom 托马斯 托马斯 里 我现在要对他进行应用一个高阶函数 map 把它们全并大写 能理吗 to什么 toupper 对不对 写多一个 toupper case 是吧 是不是这个 toupper case 少写一个消息 就来了 对吧 这就是高阶函数的运用 没什么奇怪的 他说跟他一样 也无所谓了 化简 折叠和扫描 这是不是说过了 这不是reduce left 对吧 reduce left 这是01234 这是一直操作上去吧 他俩操作 应该是他俩操作形成这个结果 是吧 对吧 然后再跟他操作吧 再形成结果 是不是一直往上聚合呀 对吧 就这个 这是减法法 减法 那那个加法 你咱们是没看的 这是这个又聚合吧 reduce right 将得到这个嘛 对吧 这是1减7吧 1减7是-6 -6再减2 -8 -8再减9 -17 那么reduce right 方法做同样的事 一样的 对吧 他俩之后跟右边聚合 是吧 这是多少 初始值 这是0吗 初始值 是这个吗 这咱们说过的 是吧 ok list还有fold left0 这个什么东西 他说什么 以不同于集合 首元素的初始元素 开始计算 通常也很有用 因为我们说这个 你像这个左聚合 是吧 左化碱 还有右化碱 他是不是从这个集合中的第一个元素开始去使用 对吧 你比方说这个 这个9和2 它是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对吧 他们俩先去操作 是这样吗 对吧 他往下 他在引他 他在引他 这样的 但有些时候啊 我们会有一个初始值 那么这个初始值的话 再去跟他们做这个操作 那这个初始值怎么去动呢 就是用折理 folder left 这个0啊 它就是初始值 所以最开始的值 是不是前两个元素啊 不是 是第一个元素 带什么 带初始值 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list 1729 它折叠之后 它是不是冲0啊 是不是他减他 那0减1 再减7 再减他吧 对吧 是这样的 所以折叠 list 1729 它是带什么 带一个0 对吧 是吧 再带一个folder什么 是leftfolder 还是foldleft fold是不是折叠啊 对吧 几卷几的 下滑线减下滑线 啊 fold left 这个函数 是不是科理化的呀 像不像 那一定是啊 你没发现 你这个0返回之函数 然后又传参嘛 是不是科理化的 它就是科理化函数 1729 1729 其实前面还有什么东西 0对不对 对吧 那么如果你要减的话 怎么减 是不是0减1啊 对吧 0减1再减几 减7啊 再减减 减2再减9吧 对吧 这多少啊 0减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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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 -8-2-10-10--10-9-19 左折叠还有右折叠呢 对吧 那右折叠怎么回事啊 还是一个值是吧 那右折叠是不是 从哪开始算起 是不是从他开始算起 对不对 算一下 对吗 负十三 对不对 算上看啊 他俩先减吧 他的先减的话是 负七是吧 七减负七呢 七减负七十四 对吧 然后一代减 一代减负十四呢 一代减负十四是吧 负十三吧 那零代减 是不是正十三 诶 零在右边吗 你确定吗 我放一个九 再放一个七 对吗 零在右边 是吧 OK 对吧 一七二九吧 这里是吧 对不对 他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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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值对吗 九减零 九 二减九 负七 七再减负七 十四 一减十四 负十三 对上了 对吧 左折叠 右折叠 负十三 但一般都是左折叠的 很少用右折叠 这呢 他给出来是吧 这不零吗 往上靠 拉链 这出锅了 对吧 这 这包 叠代器 这很简单 行了 剪道 觉得可以